太空转化为夺风 反而广赏我们看到他的篮板球的质量 第一场和第三场相对来说发挥稳定 他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非常稳定 而且整个一动零和实际掌握也很耐心 打到最后一秒了 外线的投完 已经防得如此到位了 但是仍然能够很稳定地把球投进 投入很多精力和体力 机会赵云浩 三分球进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是广赏在转化过程当中 这后场推进到前两个速度非常快 他一定是先扎快攻 当助理教练 你也担当过一些录像分析 或者剪辑的任务 对 因为就是 好球 好球 真稳 这个做无球养故 好球 墨台一定会给对方压力 但是呢 机会出来的话 他会及时传球 又一个 真硬 玩一个 当然手锋 非常的像第一场的比赛一样 我们的零炮送时刻 一脚空了 电影上这一点 好球 蓝盘球要到 手真快 再次推进 速度真快 直插篮下 下线的转身 转到篮板后边 副角度的勾手 真漂亮 队友也给他很大支持 好球 这球鬼帽了 山东队退防的也很积极 电影上 转换非常快 双方体重消耗都非常大 没错 依然坚决这种打法 一定要在在转换过程当中 去找机会 一下 转意很快 正面没人防守 3分га 漂亮 球进 中一人 昨天今天真的是 个数货点 看电影 最 startups 全打出来了 哎呦 太全面了 真的太全面了 哎 犯规了 好球 我觉得今天相当的总体上 在防内线防内线防的还是不错 电影宇航自己来解决问题 好球高打板 做出的选择也非常的正确 而且每个人的状态 头也是发挥的很好 赵延昊这一点在防电影宇航 显然这个防守对电影宇航来说 就是一个天然的错位了 好的除非他就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跑转就快 二次加速 一个后车马上再加速靠人 对 他又来个第二次启动 我们看 就这一下 哎呦真漂亮 看似简单 电影宇航 老鹤和莫泰 篮板球点抢出来 漂亮 哎呀没进太可惜了 就是尽量不给广沙外线空位的机会 运气差了一点 吐出来了 林日杰 退一步出来三分球 又短了 这球的话可能这场比赛不会打了 好球啊 真本 四千分达成了 四千分达成了 CBA职业生涯总得分四千分 对 对他来说现在是一个目标 把转换 好球 广沙还是要把这样的竞争打出来 这是广沙的特点 对 想起李日导说广沙这边的整个教练组团队啊 说到这个王博指导的时候就想想特别像王博指导当年 福德森的进攻的发起 一步过 一步过 机会 五顶三分球进 电影宇航加上莫泰今天发挥很好 他是占一定优势 但是你真正打到单万元阶段的时候 广沙这头人更平均一些 福德森的这个点 或者说他的平均实力要更好一些 你今天直播就是说 我们说到除了三分队三个强点之外 那么无科啊 电影宇航推进打转换进攻 有机会劳森在意测 就我们说嘛 你开始是其他人工 到关键时候还是得小丁那个和这个劳森 以及 不用再交传后卫了 太难了 你看小丁的转换 马上发底线球 第一时间形成转换进攻 刚过了三秒 直接掉到对角 超远的三分球 真硬啊 关键时刻 福德森林志杰林志杰 好球 电影宇航 一定要掐住他的七寸 再给回来上线 又一个 防守质量在下降 刘正在给林志杰 林志杰这个时候成为重点了 好球啊 漂亮 重点去防他 去夹击的时候 他就会带动会传球 分享球多了 这一下压力会再一次的回到广沙队的身边 林志杰又一个 我的天哪 太要劲了 太要劲了 我张春军真的是已经追疯了 给到电影宇航还是重点人来解决 好球啊 这是个人的 一打三 我的天 一打三啊 你说张春军这球防得怎么样 真的是防到脸上了 这种球林志杰一定不会有余 这种他的特务 嗯 所以防他呢 你的中锋就要帮着去延误一下 伸手延误 让他远离进攻区 或者说接球之后防守能够到位 防正路 疗憾 要不太则 难免 球啊 对啊 这一线 他两分了 自抢 在药篮板 地板球的拼抢 吹的中球相当激烈 换人了 这一侧 低脚就漏了 机会 三分球没能投进 前场篮板 电雨蛤 好球啊 好球啊 好球啊